中型碎木机不停运转 农民拿着废弃葡萄藤枝条送入机器 那一头破碎后的葡萄藤枝条 喷出掉进挖身后的田里面 这里可不是葡萄园 而是彰化县政府1.3分现有地 设置的葡萄藤占置地 可以解决葡萄藤去化问题 我们在台湾这里找到我们改革的土地 请我们的农民他的葡萄机器上班时间 把我们的这个台湾农会来联络 就能让你的葡萄藤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的枝条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这样县府可以帮我们真的是帮助很大 在县里面不需要再来到这 没有车嘛 彰化县政府农业处表示 彰化县全县种植约有1200公顷 大村就占了412公顷 每分地约500公斤计算 全厂每年约有2060公顷农业废弃物 而葡萄藤枝条也被铺设在浊水溪沿岸 抑制每年冬季阳城问题 靠近河道1.5公顷已经铺设完成 这个葡萄藤有178.5公顿 那葡萄藤在这个河川裸落地覆盖 不仅可以提供葡萄藤的这个 去化场所防止农民露天燃烧以外 也可以来抑制阳城 农委会台中区农业改良厂 普里分厂研发出木煤菌液肥 可以先破碎葡萄藤枝条 再搭配喷洒木煤菌液肥 将枝条分解 让葡萄根系变好 提升两成产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切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